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一下决定不了 全场人呢为你完成你的心愿 咱们而努力 期待太激动了 我都想哭了 我活这么大 也没有见识过这么精彩的一幕 看到他们的故事 我非常的感动 这个水到渠成 这水已经到了 有情人能否终成建树 门当户队为您精彩呈现 今天之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 为您带来的门当户队 为各位介绍一下 现场请来的两位嘉宾老师 第一位 著名演员王丽云老师 欢迎丽云姐 还有老搭档王维念老师 欢迎王导 今天我们的二号女嘉宾 很早就跟我打招呼 二号女士您好 您好 来到这里会不会很激动啊 我到这儿来 心情有点复杂吧 有点复杂 为什么呢 因为还有些事 想问一下 想让主持人帮助我一下 我很期待 我有点紧张 一号女嘉宾您好 您好 今天来这里开心吗 开心 你觉得我们的化妆室 把你化得漂亮吗 漂亮 是不是好久都没有 这么漂亮过了 对对对 我是来找个媳妇 一起跟我回家的 三号女嘉宾您好 您好 王芳老师 您从哪里来啊 我从贵州来 我看到您的职业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职业 真的很不容易 你会不会生活中 有点像女汉子呢 其实我还是挺温柔的 我来说就是特别特别的 想在这找到自己的一份情感 二号男嘉宾您好 你好 是建筑工程师对吗 对对 那也就是说 其实工作是非常繁忙的 对 我51岁应该还在工作吧 工作 您是设计哪方面建筑的 主要是搞土建盖楼房 您是哪里人啊 我是河北张江口的 您现在来到这里 也是希望找到一个老伴对吗 对 我想来找个 能够跟我过日子的媳妇 我们刚刚看到 比如说三号女嘉宾 她呢 我是见过她啊 我觉得她人特别好 特别漂亮 但是她的家在贵州 你会不会觉得好遥远呀 我不遥远 能跟我回张家口就行 我不考虑二号 一号先生您好 你好 这个我听说 您一直特别想见到 我跟王岛是这样吗 对 您看我们节目很多年吗 好多年了 我听说您曾经 还到过我们节目现场 对吗 对 那那个时候 并不知道我们今天 会在这里相见 对吗 对 是您报名参加我们节目的吗 是的 哦 很好 来一号女嘉宾您好 一号男嘉宾 我对他挺有好感的 感觉他说话声音挺好听 而且他好像跟你 是不是有点像家乡人 您是哪里人啊 对 我是山西太原 哦 山西太原 是 我是山西艳城 老乡啊 那我们一号女嘉宾 一会儿要是出场之后 你会不会对我们一号女嘉宾 印象很好呢 有可能吧 不可能 一下就摸了 哎呀 这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刚才是谁 第一个按灯的 你们还记得吗 掌声有请 二号女嘉宾 看你什么模样 看我现在最美的 对吧 二号女嘉宾 哇 身材好好啊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嗯 这个今天好漂亮啊 谢谢 我觉得这个女嘉宾的身材很不错 今天来这里 你刚才说要找我帮忙 对吗 是的 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不是 跟谁一起来的 我陪着这个 咱这里的一个嘉宾来的 咱们这里的一个嘉宾来的 是男嘉宾吗 是的 一号还是二号 一号 啊 他俩一起来的 你是陪着一号男嘉宾来的 是的 是他邀请你来录节目的吗 嗯 是的 真的没想到 你知不知道这是一个相亲节目 嗯 我在家里看过这个节目 当时他说让我捧他来的时候 我也问他 我说这是个相亲节目 嗯 呀 我有点 有点 有点难过 他在一家 可不错了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 就是在你的心里边 对一号男嘉宾 还是 有一点感觉的 能这么理解吗 对 是的 我对他是有点感觉 嗯 但是他说这话的时候 嗯 我肯定觉得心里有点无趣哦 达到我目的就行了 你们俩是怎么 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亲戚介绍的 也就是别人给你们介绍的 对 刚刚有一点感觉的时候 这位先生却说 让你来参加这个节目 对吗 是的 嗯 其实我也有点犹豫 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说不清他这个 他这个事多了 让你来参加这个节目 他会不会是想通过这个节目 跟你了断这段感情啊 那什么原因 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今天有没有可能 这位先生来到这里 是他自己觉着 跟您在一起 也许不是最合适 但他又不好意思说 让我们来帮他说一下呢 这个要问他了 我总觉得 他心里有点问题 他觉得 好像是总有人在骗他 嗯 也就是说 我明白了 这位先生对你的身份什么的 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想让我们帮他核实一下 是吗 我就是想请你 帮他打开这个心结 有些事情不想让我知道 打开谁的心结 他是不相信你 还是不相信你的另外一个人呢 你身边 因为他跟他前妻 离婚的时候上了当 嗯 所以嘛 他就总觉得别人在骗他 我对他可好了 带他出去玩 游戏滚水的 嗯 就是说 二回嘛 都有彩礼 他总觉得拿彩礼 给我的话 怕我骗他 你要是嫁给他的话 你打算问他要多少彩礼 我们那儿吧 就是三万多 彩礼这件事情 我今天特别想问一下 我第一次对这个事情有好奇 这个彩礼钱拿了是你 你用的 还是交给你的家人用的 我 对 给我 那给你的话 那不等于还是你跟他一块花吗 那你花 对不对 嗯 以后还是用家庭上 这在那儿就是走行事吧 走行事 哪都要彩礼的 哦 我明白了 明白了 所以我们现在猜测一号男嘉宾 他可能把我们这儿当成一个安全岛了 就检验的 嗯 如果说选择报名 还带着自己的 正在交往的一位女士来到这个地方 这还真的是一个特殊情况 我们 我录了这么多年 相亲节目 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你看好多观众说 看你的节目就一个感觉真实 嗯 在你那儿找到的人 我们放心 所以说他是不是从心里头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让他们互相了解一下 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 他是想通过这个节目 解体这个感情 然后让你找个合适的 你看我 我也总算对你负责任 然后我也找一个我合适的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通过我们了解一下对方 彻底地把这件事情弄明白 他们两个合适不合适在一起 会不会是这种情况呢 所以 我也觉得他可能想在这儿 起到一个像公正的作用 其实我也有点犹豫 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我了解一下您的情况 您现在是还位职工对吗 是的 其实每天挺辛苦的吧 我没收费 收垃圾费是吗 对对 47岁 爱人去世了 是的 哪一年走的呀 2010年3月8号 爱人在你41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是的 你的孩子多大了 22 孩子已经22岁了 孩子知道你今天来这儿吗 你不知道 瞒着他呢 我来 我这件事我也不太确定 我想让王芳老师 和王芳芳老师给我 帮忙给我确定一下 假如一号男嘉宾一会儿出场之后跟你说 他说其实我一直不知道怎么该跟你说 其实是我们俩可能不是特别合适 你能接受吗 你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并且通过我们帮助你再找到一位更合适的人吗 也行吧 我相信远非 其实今天你来这里整场你都是迷迷糊糊的 他没说 他没说 不是大姐 我觉得你也挺逗的 人家让你来你就来啊 这就是个老实女孩 对 因为上次婚姻的失败 到现在没有安全感 今天我们遇到一个难题啊 这位女士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就走进了我们这样一档节目中 也就是说 其实在节目录制之前 她对 她为什么要来到这里 她并不是很清楚 因为是一位男士邀请她来的 而且呢 在来之前 她也非常清楚 我们这档节目是干什么的 她只是希望 我们能够劝一劝这位男士 能够别那么 不信任人 对对对 好 那请您先回到您的房间里休息一下 好吗 行 一号男嘉宾两个月前 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 直到来录制前夕 她突然向编导说出了实情 她有一位正在交往中的女士 但是她却有一件事 不知道该怎样和女嘉宾沟通 于是她带着这位女士走进了我们节目 那么她的心中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呢 来 三号女嘉宾你好 我刚才听了她们的故事 我觉得二号女嘉宾有很多的不容易 我觉得如果她有这个愿望 能够在我们这个平台给她们 也都做一个沟通和表达的话 也是挺好的一个 理解是 好 一号女嘉宾你好 我想表达一下我的意思 刚才我听我们说了 对一号男嘉宾有好感 结果一号男嘉宾说不一定 说明她对二号女嘉宾 还是从这很深的感情 我相信她们两个能够解开疙瘩 能够从归于好 到底一号男嘉宾 为什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我想一切答案 只有一号男嘉宾自己清楚 掌声邀请一号男嘉宾 大家好 您好 可真是有些疙瘩还是存在的 天生刚才是哭了吗 没有 是吗 在刚才的观察室里没有哭吗 那你为什么会让我看到眼泪呢 什么原因 没有眼泪 我觉得呀 您还是说实话好 因为我坚信你在观察室里 一定落泪了 你是因为觉得 长江这个女人把她叫到这里来 不合适吗 还是因为你想跟人家分手 觉得不太好 还是什么原因你落泪了 感动的 感动了 哪句话感动您了 因为她长得漂亮 她长得很漂亮 你就感动了 那我觉得我也长得很漂亮 你感动了吗 我明白 我理解一下 是你从来没见她这么漂亮过 是吧 是 所以先生我想知道 您大概是一个月前打热线电话 报名我们节目的对吗 对 当时您清楚地跟我们编导说 您希望在我们这找一个 疼你爱你的人对吗 对 但是你来之前却邀请了一位女嘉宾 一起来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这中间到底这一个月发生什么事了 我拍电视 我拍电视 谁的电视 2号 带女嘉宾到场外行吗 1号男嘉宾上场之后一直欲言又止 此刻又突然提出 自己在现场说的话 不想让2号女嘉宾听到 于是我们的编导把2号女嘉宾请到了场外 那么到底1号男嘉宾心中的秘密是什么呢 没有人看到了吗 嗯 好关门 有些纠结 我看一下 也是一下决定不了 我看 你就实话实说大哥 因为你也知道 你既然看我们俩节目好多年了 对 您又别藏着掖着 你就实话实说 当时为什么报名 今天又为什么来 为什么还要带一位女嘉宾 你到底怎么想的 天大的难事 你都说 当时是这么回事 第一开始报了名 还没找下他 找到以后经过编导再说 说以后合适了 我说是有点不放心 说你俩都是情感节目主持人 说叫你俩再给我们俩 等一下 一开始你报我们名的时候 你并没有决定找他 对吗 对 然后在这一个月中 你发现他对你很好 是吗 然后你就觉着 其实他挺好 对 然后你就又决定要来 然后我就给他带过来了 有点着急啊 他在前面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你把他带过来 那你今天 什么情况呢 是想让我们跟他说一下 不是 我向他表达求婚 什么 表达求婚 你是想来跟他求婚的是吧 你就是说你做了一个局 把他给弄这儿来的 你还真会找地方我发现 来一号的嘉宾 男嘉宾太勇敢了 真的 他是我们三系的好男儿 先生 你想好了吗 因为在录制节目之前 我听编导说 说一号男嘉宾犹豫了 是你吧 我都想着 我要不别上了 是你吗 你一宰一会儿吧 我紧张 一直没说 没有 那他到现在也不知道来干嘛 他还让我劝劝你 让你信任他 说你老不信任他 对 你为什么不信任他呀 因为有些事情吧 有什么事情 就是婚姻上的 他问你要彩礼了是吧 没有 先生 你这说话吧 我特别希望你别啥都说没有 我问你哭了吗 没有 落泪了吗 没有 管你药材里了吗 没有 我猜一下吧 他好像问你要三万 我猜的怎么样 猜对了没有 猜对了 是不是 对我有点相信啊 想在这儿领着啊 所以就要了解您的情况 你什么时候离异的 我姑娘12岁的时候 你姑娘现在多大了 21了 那就9年前对吗 对 9年前 当时你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她出轨了 你确认吗 确认 你看到她和别人在一起吗 看到了 在哪看到的 在街上 那几年时候 我在北京开车 开车回去时候 她在火车上认识的 认识以后 最后她来的 我回去以后 她说 有人打她 我说谁打她 谁打你 她说是那个女的 我还是找她去 当时去的屋里面 就是那个男的的太太 是吧 对 她俩在家打架了 她打架 管管打啥事 我就这样 你还在那儿傻呵呵的呢 没过的时间 那女的老给她打电话 老给我打电话 再来离婚吧 最后来就把你写一句离婚了 程商到底是什么情况呀 我也着急啊 我也想知道结果 其实这几年来 你一个人过得挺苦的 对吗 因为啥 我就是 她就是偷偷离婚 又不是正常光明的 说离婚 把我骗到 那让我签了字 签了字以后 这就算成效了 后来就这么离婚了 那什么叫偷偷离婚 把你骗着签了字 你不知道那字 签了就离婚了 前几年不是年轻吗 不知道 看协议也没看 财产呢 财产呢 财产天哪 财产大主的 说一句实在话吧 她出轨不出轨 不爱我的事 整晚也得离婚 所以先生 我就能理解您 有过这么一次事以后 你对很多事情 你都不放心 对吗 刚才 你就突然落泪 也是因为 这一个月 你突然发现 这个二号女嘉宾 对你特别好 对吗 他怎么对你好的 我有时候来了以后 给我洗个衣服 刚交流 在家 有时候我请她吃个饭 干个啥的 挺奇怪的 洗衣服 这么给她也干着 我觉得挺奇怪的 我就是决定 非找她不行 非找她不行 你什么时候决定的 我能不能理解 其实在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 你也曾经有过对 这个怕上当受骗的这种担心 肯定是 你脑子里头 闪现过各种想法 你对我们是非常信任的 对 就是凭我这么多年的经验 就这个女人 这个47岁的女人 我估计她这辈子都没有骗过人 估计撒谎对她来讲 都是一件很难的事 我不知道 你同意不同意我的观察 同意 同意 那彩礼钱 三万还给不给 才要就给 两个月前 我们的节目组 接到了一号男嘉宾 王国生打来的报名电话 就在一周前 我们通知王先生来参加节目 王先生却突然提出 说在这段时间里 他认识了一位女士 并且感觉还不错 希望门当户对栏目组 能帮帮她 他想向吴女士求婚 于是 我们的节目组 为最普通的环卫工人 吴女士和王先生 设计了这期节目 但是吴女士 对这些毫不知情 丽云姐 刚才这位先生 突然在这说这个 他今天来的真实目的 您会不会觉得 他挺感动的 感动是很感动的 因为我觉得 他做这么一个局 也是撒废苦心的 这个先生确实还是 挺用心良苦 因为他很清楚 今天他要来干嘛 对 但那位女士不知道 所以他一直特别紧张 而且他特激动 他主要是 他今天特别害怕 这位女士误解他 所以说他看见女的就躲 所以你是个女的 就躲你了 哎 先生 是呀 现在我们全场人呢 为你完成你的心愿 咱们而努力 咱们踩个牌好不好 好吧 那个踩个牌 王老师来 王导 踩啥牌 你假装是那女士 踩个牌 整个踩牌 对 先生一会儿呢 我就把大屏幕打开 你站那大屏幕之后 咱们全场演练一下 来 掌声有请 一号男嘉宾 我今天要求婚的 你女士 我今天向你求婚的 然后我听不听 我向你求婚的 我向你求婚的 胡女士 你向你求婚的 那我听不听 我向你求婚的 不行 我就跪下了 来来来 特别好啊 大哥 一会我跟你说啊 大哥 你求婚就得直接尬 明白吗 来 开下大屏幕 期待 开几段了 我都想哭了 咱们前场现在安静 不要露馅啊 不要露馅 掌声有请 2号女嘉宾 谢谢你 她欠我 你好 请站这里 你好 我觉得女嘉宾 不会接受她的求婚 因为要是能接受 在家就接受了 她有一些话想在这儿跟您说 您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有点紧张 她要说娶你没问题 就彩礼拿不出来 就怎么办 彩礼拿不出来吧 我没商量 再不行的话 我放弃 你放弃谁 放弃彩礼 但是假如她说 不想跟你在一起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睡起自然的 2号女嘉宾现在 肯定心里特别的忐忑啊 你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能看到啊 我还是能看到 你做好准备了吗 她有一些话想跟你说 行 准备好了 掌声有请 1号男嘉宾 0号男嘉宾 2号男嘉宾 7号啊 obey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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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